大家好,我是明日旅清基金會董事張敬詩,CC 時代的進步帶來職業選擇的多樣性 與過去相比,要面臨的選擇更複雜和多變 究竟甚麼是理想工作? 理想工作和夢想是否有很大的距離? 要找到理想工作和實現夢想 究竟需要甚麼技能和心態? 僱主又可以做甚麼才可以聘請和挽留著人才? 今集我們邀請到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Lawrence 和令堅的Head of Relationship Management,Jazz 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他們的見解和心得 今天很高興請到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Lawrence 以及Linkin Head of Relationship Management,Jazz 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些職場的心得 有人沒有工作,有工作沒有人做 究竟以前聘請人和現在聘請人 在準則方面,有沒有一些很大的轉變? 以前的招聘時,很多僱主都會看學歷 甚至乎是哪一間學校出來的 但其實現在很多僱主反而側重不是學歷 而是他有甚麼技能? 我們說技能 因為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也有些數據研究過 其實學一個新的學術或新的題目的時候 其實他的學歷和技能差不多 得到效果差不多 所以不會太多人再注重學歷 反而是他的學習能力 我們說技能 現在科技這麼發達,進步了這麼多 有沒有一些工種 是人工智能已經取代了工作崗位? 在之前的11月開始推出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的廣泛之勇 也有很多報道說 究竟有甚麼工作之後會失去? 其實全球來計 我們有計算過 起碼有3億份工 是會被AutoAI取代的 但不同行業都會有不同的影響程度 例如你的工作是比較admin focus 可能一些contracting多些 那類型的工種 語言相關、translates那些 那當然他們的取代 可能是去到40%以上 會被AI取代 但某些可能體力勞動多些 技術能力多些 例如是技術人員 維修的 整路的、起橋的 那些相對去的 replace的程度 是低於4%的 但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一些工種其實沒有了 也有些新的工種會出回來 其實如果你看回現在的工 是有60% 在1940年那時是沒有存在的 可能以前也沒有Uber 也沒有deliver rule 那些工種其實都是這幾年才會有 所以我們剛才Lawrence也有說 Skillset是很重要的 我們自己LinkedIn report也有說到 其實由去年開始 已經有25%工種的機能改變了 即使你的工種還是一樣 還有那份工 但你用的機能去完成那份工 其實都不同了 而Economic Forens report也有說過 但2030年有65%的機能 你都要完全改變 有這麼多新的工作崗位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哪些工作或者工作崗位 是特別受歡迎的 我又不可以用受歡迎的形容 其實反而是說 它的需求增長得最快 第一是AI Machine Learning Specialist 第二是Sustainability Specialist 第三是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tics 那我很快地解釋一下 第一件事是AI Machine 其實現在因為有很多工 可能你已經不用寫 寫Coding 你不用寫得好 但你怎樣去利用AI 去令到整件事更加容易做呢 有什麼Tool要發明出來 會幫到你去取得益 那這是第一個工種最大的需求 第二 現在有很多公司很多企業 都在講一些持續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ility 全球暖化 很多公司都在想 作為一個企業 怎樣可以達到一個carbon zero 怎樣可以令到 人們可能環保一點 怎樣可以製造少些垃圾 其實我們LinkedIn自己都會 我們其實在五年前 已經在自己的桌子上 是沒有垃圾桶的 因為我們是逼每一個員工 你們扔垃圾 都要走出去你的位 一定要分類 所以FoodWakes 我們都會擁有 很快過一萬步 沒有 很多企業 其實都有自己的 Social Responsibility 去想想怎樣幫助這個地球 這一類型的工種 都是第二個最高的需求 第三是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is 其實現在所有工種 都存了很多Big Data 你很簡單的 一個普通 一個Online Shopping的平台 其實可能有些Data去分析 可能哪些人士 哪些購買能力 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分析了 哪些餐廳deliver rule 哪些餐廳 哪些時間會下什麼單 你怎樣可以利用數據 去找一些Business 的opportunity 令到你公司繼續去賺錢 繼續去轉型 這個也是一個最Hot Demand 的工作 就是這樣 當然 很快的給你多一點數據 就是 哪些工種最快被淘汰 當然是一些比較robotic的工作 可能是Dentry 可能是Bang的Teller 可能是Cashier等等 那些比較reparative的工作 相對比較容易被淘汰 Jan Sir 你剛剛提到新興的工種 也提到一些已經被淘汰 或者將會被淘汰的工種 那其實有沒有一些歷久常身的職場態度 或者軟技能 僱主請人的時候 是會特別留意的 過了有了AI之後 其實現在最Rising 最Hot的人力資源的Skills 是什麼呢 很長的 十個 第一 Design Thinking 第二 Operational Excellence 第三 Analytics 第四 Strategic Thinking Team Management Cross-Team Collaboration Self-Learning Communication Ethics to my Mentoring 那有幾款呢 你聽到是你剛剛提到的 比較逆斗常身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Leadership的Skills 因為一個公司的領路才能 其實一直都是很需要的 那除了這裡 剛才說的一些新興的Skills 就是你怎樣去令到AI 怎樣去Identify 哪一個area 我可以利用AI 令到它進行得Efficient 更加快 效果更加好 怎樣去keep到一個mindset keep著你要不斷地學東西 因為New Technology不斷地出來 你早一兩年 你有CheckGBT 現在有Copilot 你怎樣去確保 你自己不斷地學 不斷地學 令到你自己的工作 越來越Efficient 這個mindset都是最重要的 我們說了這麼多 在僱主的立場 需要一些什麼人才 或者我們都說一下 在找工作的時候 同學仔找工作 那個心態 我剛剛出來做的那時候 就沒有什麼人說 Work-life balance 這三個字 但時至今日 Work-life balance 這幾個字都會在不同的階層 提及到 昨天也有一個很知名的 國際企業的CEO 提及過 就是他覺得有Work就沒有Live 有Live就沒有Work 不知道Lawrence 如果現在有個同學仔來見工 他問你 我這份工有沒有Work-life balance 你會怎樣跟這個學生溝通 Work-life balance的定義呢 其實我會這樣去分析這件事 其實我可能覺得 不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而應該是一個 Work-life priority的問題 因為Work-life balance 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 其實世界上 如果你經常都要找對等 平等 其實自己找自己麻煩 但我覺得每一個人 可能在工作上面 或者生活上面 大家都有不同的Priority 你是可以把Priority 去溝通 去調動 令到其實大家都有Convenience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Focus 你的Priority在哪裏 用這個Priority 去better organize 無論是工作上面的 個人生活上面的 我覺得這樣做 其實會簡單些 好多謝你 我會抄下它 下次請人的時候 我會答一無一樣的答案 根據研究 都出現了一個工作循環 就是很多年輕人 在一份工作裏面 都未開始投注全部心力 就已經開始尋找下一個跳板 不斷地轉換工作 背後驅使這個現象 你覺得是甚麼原因 或者Jazz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都跟很多不同的Client 都有談過這個問題 都是很多企業的一個 很頭痛的地方 為甚麼可以保持年輕日 可能我們說是Gen Z 為甚麼可以保持年輕人 我們首先要明白 他們背後的心態是甚麼 首先他們可能 財務方面 其實有一定壓力 因為其實你看到 通脹這十幾年 其實真的很誇張 其實我看回我當年畢業的MT Program 或者現在的MT Program 出到來人工 其實應該追不到通脹 他應該是 第一他會覺得 我做這麼多事 都可以做這麼多的 所以他賺錢 可能不是他第一個Variety 反而如果他找到一份工 他們是覺得有他的興趣 有他的價值 他自己有一些 目標要去尋找 而你的工作可以配合到他 令到他留下的機會更加大的 現在我們的僱主 很多時候他都會去想一下 怎樣令到他 保持著他有個動力去做事 可能會給予一些不同的 除了準星機會 可能會是 有沒有一些策略給他做 學到一些新技能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他轉身去另一個部份 令到他保持著他在一個同一部份 即即即不是一個同一部份 他都可以繼續去不同的發展 繼續去學習 這樣都會令到他 流利的機會更加多 Lawrence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即是說同學生常常都要找跳板 常常都要轉工 你有什麼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年輕人有個好奇心 希望試不同的新事 是可以理解的 即是說我年輕的時候 可能我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或者希望追求更加好 追求卓越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僱主 他想留住員工 或者吸引到員工的時候 其實我們之前在我們的Future Workforce 都有做了Studies 其實我們發覺 要吸引無論是 什麼世代的工作人員都好 其實一個僱主品牌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的僱主品牌 很清晰 告訴別人 我們的公司 我們的理念是什麼 我們可以提供什麼 而且不只是口號 我們都會提供 我們提供了這幾件事 我們有什麼實際的政策 或者有什麼計劃去援引 即是不會只有說 要做的 要告訴別人 身體力行 我相信員工來到公司之後 他們會感受到 你真的沒有騙我進來 我想他們會安心一點 也會繼續留在發展 疫情過後很多事情都轉變了 包括工作模式的改變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未來的工作趨勢是什麼 我相信就是很看工作流程 或者你的工作 你需要發展什麼 我相信未來的工作模式 應該就是 anywhere, anytime 如果我問你的同學 在中學或者大學畢業出來 第一份工作 投身職場 你會答他 有什麼困難 他必須會遇到 我相信是一個職場的文化 每一間公司都有不同的文化 甚至團隊裡面都有不同的文化 作為一個新鮮人 可能他們在社會的經驗 或者人生的月曆裡面 都是有所欠缺 又或者他們的眼界 跟職場上其他團隊的人的眼界不一樣 那可能會有一個落差 那怎樣可以求同存異 又或者去互相理解 有一個同理心 我覺得這不是同學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團隊或者僱主 都是應該要去處理這件事 是雙方的 雙方的 你說起雙方 其實就是一個開心 應該這樣說 那常言到 將自己的興趣變成事業 就是一個很大的福氣 那有沒有一些秘訣 是可以做到快樂事業 首先我不是太同意 那個興趣一定會變成自己的職業 譬如你很喜歡彈琴 但你也未必會是一個鋼琴家 但相對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要知道自己快樂的源頭是什麼 你要了解一下自己的性格 那你看自己的性格 做什麼會令你有滿足感 做什麼令你開心 例如我很喜歡服務人群 我很喜歡服務人群 那可以做什麼 你想一下 可能做航空事業 會不會做酒店 就開始去發掘一下不同的行業 再看看裡面不同的工作 可以做什麼 例如我真的很不喜歡說話 但我很喜歡計算 那你可能考慮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適合做一些工程 做一些軟體工程 或者我真的很喜歡說話 好像我這樣 我可能探索一下 我做一些可能銷售的事務 那你一定要了解自己 其實我們做事業 其實現在不會再像以前一樣 我一份工作要做30年 我們以前說 一個職業道是很linear的 一條直線走上去的 可能我一天進來做MT 然後做Supervisor 然後做Manager 做Director 做上去 但其實現在 反而變成一些人是中心學習的 我今天可能就算我law school出來 我未必做律師 做完之後 我不是要轉學 我不是要再讀書 下出來讀書 然後再做其他事情 然後不是想想想 又不是多好 其實慢慢向上 在同時 其實都可以 不用說我做死一件事 做到老的 最重要是要知道自己的興趣 不斷去改變 去做一些market research 有些什麼其實 以後都會繼續有用的 要變化的 會幫到自己 繼續可以快樂的工作 剛剛你提到 現在的趨勢 都不會再是 一直線linear去有一個career的progression 其實現在很多同學 畢業出來 都有很多興趣 亦都覺得自己有很多不同的性格 是可以應付不同的工種的 亦都是因爲這樣 衍生了一個新的職業 叫做Slasher 就是什麼都做些 跟以前一樣 就是你不會在一個企業裡面 接受一個很正規的一個training 我們叫做 反而取而代之 就是他畢業出來 他可能會 他可能會去做entrepreneur 他可能會去做entrepreneur 在不是一個正式training的情況之下 就出來投身社會 然後做很多不同的工種 Slasher 對於這一種同學仔 你們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這個趨勢 其實一直都存在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我都會在頭幾年 我會嘗試不同的工作 去找出其實我適合什麼 只不過現在的世代 那個cycle時間是短了 可能以前我一年轉了一份工 現在可能三四個月轉了一份工 又或者我傾向於做一些 project-based的 part-time-based的 就可以更加了解行程 或者了解工作環境 是不是適合我 我覺得如果你要給我一個建議 就是我覺得對自己 一定要有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可能是說 我要用多少時間去做這個階段的任務 因為隨著人生有不同的階段 其實你有不同的需要 我們過去都做過一些研究 當開始要有少少穩定性 有家庭責任的時候 就不可以太隨性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是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標 就是堅毅得來 要懂得取捨和平衡 說得非常好 之前我做分享會的時候 有同學仔跟我說 我就問他你想做什麼 就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Lawrence說 你要定一個目標給你自己 然後向著那個目標 就前進去到某個位置不行了 就選別的東西 我問他你喜歡做什麼 他說我什麼都不喜歡 我只是喜歡打遊戲機 因為父母跟我說 興趣不能當飯吃 你會否覺得這句話 你會否同意 你覺不覺得 興趣可以變熱情 可以變成一個專業 我覺得是可以的 Lever too late 追望你追到100歲都可以 你的興趣是會伴著你終身 還有你怎樣可以把興趣和專業合而為一 這當然是最理想的境界 但其實現在隨著科技的發達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我覺得你可以把時間 精力和資源 怎樣分配 亦可以平衡到這一點 我會這樣說 Don't call it a dream call it a plan 當你有個 plan的時候 你會很實在 你知道我的計劃 我要怎樣走 要落地 要落地 還有我要知道 剛才你說的 進退 如果 behind 那我要怎樣 是不是要再走 直走 左走 右走 還有一個 plan的時候 你不是自己的 你的 plan 你會有周邊的人 有同途的人 你要知道有什麼同途的人 可以幫到你 我覺得 如果你把 dream 變成 plan 其實整件事容易了很多 好多謝你對同學的意見和鼓勵 那說起找工作 以前找工作 會找獵頭公司 Headhunter 亦都會在報紙雜誌刊登一些招聘廣告 但時至今日 我知道很多大公司的HR都會找LINKIN 你們幫忙 其實在LINKIN的角度 你們覺得那個轉變在哪裡 對於雇主或者雇員來說 他們有什麼要去適應 主要是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變得主動了很多 那我首先解釋一下LINKIN.com是怎樣運作 那可能有些同學未必有一個LINKIN account 他可能有一個Facebook 一個Instagram account 那LINKIN是一個專業的Social media platform 那你在Facebook 可能你會有張相片 可能你會放下你的狗的東西 可能你吃了些東西 去哪個旅行 你放在上面 那在LINKIN你會放些什麼呢 可能就是放你以前的工作 可能你最近和同事做了什麼project 你可能會做什麼event 你就會放在你的LINKIN.com上面 你就會share這方面 我們LINKIN其實有一個mission 就是要connect the world's professional make them more productive and successful 就是希望我們提供一個平台給大家 可以connect到 令到可能Lawrence 你做事可以更加productive 可以做更加快的 可以有多些opportunity 給你去大家去growth 去增加增值 所以現在MEMBERS 因為放了很多這些informations 我們的公司的client 都放了很多公司的informations 放了很多他們公司的企業文化 剛剛都有mentions called Lawrence 令到我們可以有些AI在後面 我們都變成了一個big data 變成一個digital map 希望我們可以做到很多陪對 變成現在的僱主就不用再等了 哎呀我現在要請一個software engineer 那就等人apply 不斷地等 變成你可以很主動 我要做好的自己僱主品牌 我要去找這個talent 我要去找那個talent 我就不用等碟頭 我又不用等人打電話給我 那就主動性很高 同時talent 都可以很主動地去搜一些公司的資料 我現在要學這間公司 其實它是什麼culture 這間公司有什麼職位open 它都可以主動很多 直接它有些主動到 它自己去聯絡僱主 因為以前可能你現在 推完這份報紙 你都不知道在哪裡找那個僱主 除了那個電話 還有那個email 都不知道有些什麼可以做 很難備的 那現在其實你可以在linked上找 很喜歡Lawrence的 那我就找Lawrence出來 有沒有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其實我們linked真的有請過一些人 它是主動自戰的 嗯 是真的我們會收到一些message 是自主動的 我在哪裡畢業的 我想學多些 我自己也有收到一些alarm line 即是我的大學的師妹 就有特地在linked找我 問你們公司有沒有請intern 就是主動性是多了很多 培訓了人才之後呢 就要留住一些人才 嗯 那有一個問題 我想很多僱主都很頭癢 就是怎樣玩留住一些人才 培訓了那麼久 放了那麼多心血時間下去 對於這件事 你們有什麼建議呢 是給一些僱主 或者Lawrence可以分享一下 我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一個僱主品牌 僱主品牌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你告訴別人 其實我這間公司 我的文化 或者我的工作環境 或者我在這裡工作的時候 你會面對些什麼 或者你切身處理的時候 你周邊會發生什麼事 正如剛才Jazz有說過 Linkedin的corporate website裡面 有很多欄目的 其中一個叫LinkedinLive 就會給僱主說 我們的Live 在這間公司的Live是怎樣 是活生生的例子 要發生過你才可以有文章 我才有照片或者有影片放在上面 那求職的人就會在這些渠道裡面 會看到 是呀 他們原來是這樣的 他們工作風雲是這樣的 他們的人是這樣的 原來不用打開的 有頭有真相 沒錯 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可以幫助我們 去吸引 留住的人才 因為我們真的要送到這件事 出來才可以 理解這件事 但是當然我覺得 在我們過去做這麼多的研究 來說 就是說 員工最想留在這間公司 為什麼留在這間公司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有沒有一些發揮的機會 或者他們有沒有晉升 還有僱主 或者是一些領導人 願不願意去移動時間 去幫他們 上升和上升 這件事其實是最重要的 我不是只賣努力 我希望我也可以有收穫 就是自我真正 問了你們兩位 那麼多意見 現在如果我說 讓你們兩位問一條問題 問誰都可以 你們會問誰 以及為什麼 我現在有兩個孩子 現在一個六歲 一個八歲 我會選擇他們兩個 問一條問題 就是你覺得我現在做媽媽做得如何 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媽媽 可以培育你 我覺得現在 作為一個工作媽媽 我覺得我自問也很盡心盡力 她如何令到上班的時候 是100% 回到家也100% 因為最近我也和同事 可能有有聊 我怎樣 因為她現在是一個 歲數去到 去設定價值的時間 我怎樣令到她可以 懂得知足 怎樣去一個價值觀 是做一個對的事 我開始去解釋我的工作是做什麼 我不是一個醫生 我上班救人家很多人等著我救 我又不是 我開始在想 我不想讓她覺得我上班就是賺錢 有什麼除了賺錢之外 也有意義的 我怎樣幫人去找到工作 怎樣幫人去承受社會責任等等 我現在都在想怎樣解釋給她 所以如果你要我問問題 我想我會問她 你覺得這個媽媽怎樣 Working mom 也是現在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我想沒有最完美的媽媽 只有最盡力的媽媽 只要你盡力 我想就不需要計較分數 好 到Lawrence 你又會問一條什麼問題 以及問誰呢 我會問我媽媽 雖然她已經不在人間 但我很相信她支持的給我教誨 其實我有沒有做到呢 以及她很誇張我這個成就 我相信你媽媽一定是很proud of你的 是 現在有個時光穿梭機 讓你回到16歲的時候 以及16年後之後的自己 你見到她們 你會跟她們兩位分別說什麼 或者Lawrence先回答吧 見回16歲前的我 或者16歲的我應該是 我會說一聲多謝 因為16歲的我有一份好奇心 而這個好奇心是 推動我不斷地探索 追求新的世界 新的自我 16年之後 我都會是 多謝16歲 或者16年之後的我 因為我這個好奇心是沒有變過 一直都是推動我 繼續向前做到最好 或者是 也感謝當時我很堅信 校訓 自強不息 因為我覺得 做一個人 無論在職場或生活中 會有很多不同的境況 但是無論你在什麼境況中 只要自強不息 其實你最終都是最出色的 敢於嘗試 勇於改進 自強不息 我想就是Lawrence的成功之道 或者Jazz你也分享一下 你會跟16歲的自己 和16年後的自己說些什麼 這件事 其實我和我自己的團隊的同事 也有說過 就是 我很希望我16歲的時候 會有人給我多些選科的建議 所以如果現在我出來工作 這麼多年 我知道了 其實讀書和 可能你讀什麼書 可能出來做什麼的關係 我希望16歲的時候 我會跟他講 我會教他 怎樣選科 為什麼要做這個 為什麼要做那個 因為我覺得我當時選科 我會有這個分數 我會選什麼科 別人讀那個 我又讀那個 是沒有自己的 我希望可以告訴他 你應該要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不是說你選了一定是適合 但你起碼也有多點想法 我希望是這樣 再16年後 如果你看回我的小朋友 都應該都長大成人 理論上都大學畢業 我想我也會多謝自己 跟Lawrence一樣 我會多謝自己 在家裡的努力 在職場的努力 我都因為有上班 可能支援到這個家 培育這小朋友 我也會多謝自己 我也很多謝兩位 今天上來接受訪問 分享了這麼多寶貴的意見 給僱主和同學 再一次多謝Lawrence和Jazz 多謝你們 全球數碼轉型 勞動市場大洗牌 聽完Lawrence和Jazz的分享 希望為正在打算未來的你 帶來一些新的啟發和方向 今天的世界信息萬變 新工種、新行業 和新的工作模式 彈失的頻率急速 在追尋夢想 或者找到理想工作方面 好像今集嘉賓一樣提到 我們需要裝備自己 有即場需要的新技能 例如數碼技能 同時也不要忘記 一些軟技能的重要性 好像團隊精神、溝通技巧 有人說 未來多了很多不確定性 但我認為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種種的未知 令到我們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保持 靈活性和適應力 去迎接挑戰 這樣才可以發揮影響力 為這個時代一起努力 請留意Dream Teller 專訪系列 我們會在城中 繼續邀請不同行業 不同崗位的嘉賓 分享自己的故事 不知我下一集 又會遇到哪個Dream Teller 呢? Welcome to the EdgyMaker Podcast Series 我會 재밌到你 我會自然的角色 嘗試夜間